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这一片冠军金棗 你平常吃金棗的时候都怎么吃 整颗 整颗吃 新鲜的吃 最营养 够呢 熬个养生 可是你一定不知道 有看到没有这道 Magic 有没有 这一桌料理又是谁做的 来 一定要请出我们这位大厨 我们在宜蘭非常知名的饭店的 五星级主厨料理 黄主厨好 你好 师姚 今天黄主厨接受了熟丽的挑战 我说出考题 希望能够把像是许大哥这种冠军金棗 品质这么好的金棗来入菜 所以黄主厨还有他的团队 设计了一系列的限时季节限定的菜单 有什么呢 有金棗做成的面包 面包 还有金棗醋做成的洞饮 洞饮 对 还有三星道鸭米 跟金棗做成的可爱的饭团 超可愛 另外 还有用金棗 黄水晶金棗 跟沙拉 就当地海鲜如虾 然后胭脂加做成的凉拌的沙拉 这么多都是在地的食材 另外还有甜点的部分 来来来 这个好像一幅画 是是是 这个是我们用 那个长石金棗 跟当地的草莓 做成的 跟白巧克力做成白巧克力 这是白巧克力 来来来 这个大哥来 你来看看你的金棗 做成了这个 哇 这么棒的一个料理 当然了 来边吃的时候 熟丽就要来报气象了 其实天气 今天水气比较多 下一些雨 但是主要都是偏重在哪里 都是偏重在基隆北海道 宜兰 但是下星期就要注意 赶快来看看 未来这一个礼拜 其实礼拜六 还有一天的空档 礼拜天 哇 封面通过 好个乐 而且这次几乎全台都会下到 最重要的是下礼拜 有冷气团 甚至强烈冷气团来袭 一整个礼拜几乎湿湿冷了 最低温 尤其礼拜四过后 甚至不排除有强烈冷气团 跟寒流 最低温 有机会下炭到10度左右 包括了北部 中部 甚至南部 东半部 也都会有低温 将近13到14度 无论如何 许大哥 还有我们的主厨 下星期冷很久 这个时候就要吃上 我们最养生的金枣 还有黄主厨的料理 这个料理推出多久 年后 年后 过年后 大概限定一个月 一个月 欢迎大家跟着树立的脚步 一起来品尝 美味的金枣吧 时间交给主播了